传统烘焙的糕饼 就是将面粉以及馅料 用木制的模具烘烤 制作出我们一般见到的大饼 以及月饼 但不论成果是什么 烘焙本身就不是件简单的事 面粉要过筛 重量要刚好 而蛋 老板更是坚持使用 无药物残留的活力蛋 要求蛋黄的营养充足 而这些坚持 都是来自家人的定理 我们店是从阿公的时候开始经营 它是以制作统统的糕饼 还有糖果类的批发为主 因为我们这家店其实传承也很久了 传承三代七十 到现在已经七十几年了 其实这家店 其实放掉很可惜 然后再上父母亲也是 年纪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我跟我老婆就希望说 我们来接这家店 让它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接下家业后的老板 便开始与师傅腻在一起 致力于开发新产品 前前后后的研发时间 总共花了两年多 为的是找到对的原料以及味道 一响力的乳酪球 却内含着五种以上的乳酪 有来自澳洲 美国等国家 为的是搭配出适当的酸味 以及奶味 可以看出老板对口感的讲究 像我们一般做乳酪球的话 都会遇到一个瓶颈 就是说你那个乳酪 你再怎么搭配 都没办法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用几种乳酪把它搭配起来 加油个下去 搅拌之后让它发酵 我们布朗尼的话 就是比较浓的巧克力味 然后我们会 我们使用的巧克力 像礼石啊 然后马来西亚 各地的巧克力都有 我们都会调了五种 适当的巧克力再调整 然后我们就是适合它苦甜的口味 不会太苦到小朋友不能接受 然后又有一定的口感 然后维持它的滋润度 不仅对于原料的要求 在制作过程上也是非常的严谨 老板说烘焙最重要的 就是温度以及空气的掌控 并且坚持要手工制作 其实手工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等于说是以人去适应那些食材 不是用食材来适应 因为如果说用食材来适应 如果要你那些温度 还有你那些糖分 油分 你必须符合那个机器 所以说那做起来的口感 它就会差很多 因为讲求温度 以及口感的呈现过程 除了手工的坚持外 烘烤的时间也很重要 这样才能达到绵密的口感 希望说客人吃甜点 可能一次品尝一点点 就会觉得很好吃 是很幸福的一个感觉 想跟更多人分享幸福的感觉 老板开始透过网络平台贩售 为了口感的维持 均使用冷藏的方式保鲜 不仅保存了口感 更是保鲜了老板的心意 我们都会从大饼开始 从他们的素的 荤的 然后现在开始才开始说 平常年轻一代的滷肉球 很香 然后它滷肉饭放很重 然后入口即化 上一辈留给我们 是有一定的基础 对 这一点是算我们比较幸运 而且也比 可能比别人要充业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就会一直想说 我们要做出什么突破 让人家觉得 我们跟以前不一样 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 还是继续留给我们 带给我们的客人这样